大帽山這隻難道真是苦命貓? 先是房子被遺風,之後還要被毀容 究竟誰這麼多手? 吃了痛風藥,婆婆受盡痛苦而亡 醫生開的藥 為何吃到人全身燃爛,失救而死? 馬上東張勢亡 歡迎收看東張西望 我們收到觀眾報料 她說經過一間大學門口時 就見到這個不太健康的情境 原來整地都是煙頭 眨眼看,數目也不少 在另一條片中見到一群人 在同一個位置聚集吸煙 而地上還有很多煙頭 而在大學對面的涼亭 甚至見到煙灰缸旁邊 都堆滿了煙頭、膠瓶、飯盒等等 吸煙已經不好 還要搞到地方那麼邋遢 真的不應該 這位觀眾也向校方投訴 不過校方就說 不確實是什麼人做 所以就愛莫能助 不過日本球迷看完球 都會收拾垃圾 香港人多一點功德心 有多難呢? 而以下這件事 不知道你又怎麼看呢? 前陣子我們報道過的大帽山貓屋 聽說被人挖花了 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情況呢? 根據觀眾提供的片段 真的多了一個綠色的四字 還在貓貓的臉中間 做得漂亮貓變四面貓 令特地來一道貓用的遊客很失望 不知道是何時開始被人挖花了嗎? 不知道,剛才我朋友發出來 早幾天發給我 但現在實際上還未被人拆四字 當然了,為作者可惜 因為牠畫得很漂亮 這隻貓其實 未來過 未來過嗎? 未來過,現在就是慕名而來 其實去貓屋的道路已經被政府封鎖了 附近也有鐵絲網 那破壞者究竟是怎樣進去的 但為何有個洞? 難道人們就是通過這個洞進去畫一幅畫嗎? 我們看到有很多人都是從這個洞進去看畫 那破壞者經從這裡進去破壞 也真是不奇怪 有網民就發現 破壞這幅貓畫的 原來是個破壞慣犯 說牠在之前藝術家繪畫貓屋時 已經作出破壞 藝術家唯有自己修補 希望大家在欣賞藝術的同時 尊重畫家的心血 不要再亂圖亂畫了 昨晚一眾藝人為東話籌款 我覺得每一個項目 大家都非常努力, 真是抵贊 抵贊的還有你, 恆美 你的精湛演出我也有看 凌晨兩點都能保持水準 非常專業 謝謝你 其實可以用自己的歌聲來籌款 絕對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 再一次多謝所有的善長人翁 歡樂滿東話, 昨晚圓滿舉行 籌得善款打破去年紀錄 全靠一群藝人出心出力 像江家敏和羅浩銘的亡銘飄移 嚇到心都來一來 當日我不知道是他們 後來刪除了床才知道 你的拍檔是江家敏 我也說, 江家敏 很想逃 我以為我是下場笑一下 不叫, 不說話 其實當作很難 這樣就可以籌款 怎料我下場要開車 我是夠膽駕駛駛 但是因為要擔任在車頂 所以我當時是這樣 不行了, 我真的接受不了壓力 現在你技術有多少分 你自己來 多少分… 我想教練會給我頗為高的分數 還有聽見都打爛鎮的浸冰水 讓我給你們溫暖 他剛才的感覺其實是怎樣的 真的冷得爆 冷得起雞皮 剛才說話都會浸露 而且他們會突然淋多一盆水在你後面 就是水加冰加水加冰 越來越冷 簡直覺得自己是打火鍋的 冰震漿白磅, 你明白嗎 緊張刺激之外, 還有穴耳動聽 譚校長和Gigi 以及聲夢學員隔代合唱 這次再和Gigi合作 有沒有覺得他不同了很多 比我長得比我長得高了 真的… 你馬上看我, 是不是 我最開心的是 在前陣子跟他們練歌的時候 他們很多在和音的部分 是駕馭得很好 因為其實唱主音比較容易 我認為和音和File 但他們都做得很好 記住, 如果你想做一步 一定要在唱片中, 自己唱來和音 有否想過校長會這麼稱讚你們 非常開心 因為…前輩, 非常大 很開心 因為第一次和這麼大位前輩合作 我一定會打卡 很感謝他一直支持我們 因為之前校長很好 他在他的微博也有… 也有說過一些很鼓勵的說話給我 所以我今天可以見到他 親自多謝他 對 至於他除了來表演 似乎還是來搞事 姐姐, 瘋了 瘋了, 瘋了, 瘋了 我沒得受了, 阿姐的心想做什麼 我的臭什麼? 周文 弄完阿姐, 就到掌門人 以為你們兩個差不多 對, 我們很好 我們做火米都超選過 掌門人, 你還沒給他獎 之前你給他兩巴掌 當然了… 不… 不是人 不是, 是獎取 你別以為… 第二次視乎你的手蠟 你幹什麼? 你別以為四尺多不敢打你 他不是像個樂星人那樣唱歌嗎 他不是殺手, 殺你 洛沙, 抹洛的沙, 洛沙 他現在已經升到視帝了 對… 文選視帝 每天都在做夢 什麼? 什麼… 多說兩句, 還叫郭柏賢進來 你很喜歡來唱歌 說你, 女兒真厲害 是呀 又好戲, 又漂亮 又會擺墨板 雖然我擺得的姿勢很奇怪 傳聞說你沒有收到邀請 傳聞而已 貴請他嗎 不知道哪句真是哪句假 難道要學掌門人說的嗎 緊急關頭門有所保留 不要以為東鐵線的 烏鷹頭列車退役之後 就從此消失了 原來在很多地方都找到他們 是呀, 他們的車身 就可以改裝成為一些互動的流動教室 而一些扶手 就可以改裝成為一些伸展的器材 可以讓長者使用 對的 我小時候最喜歡進車廂的時候 就是第一時間跳上一條巴 做這個引體上升 現在不用被媽媽罵 夢想成真 至於駕駛人士的夢想 不知道又會是甚麼呢 凡旺時間過海隧道擠塞是香港的日常 在2021年早上凡旺時段 通過隧道的時間 洪水25分鐘、東水15分鐘 西水是比較長信的 乘客通常都不選西水 因為太貴了吧 對… 給我還不會選手 對… 我還是要管道走在洪水或東水 私家車來計算, 紅稅20元 冬稅25元, 西稅75元 過一次西稅幾乎可以過四次紅稅 這樣就好了, 去私人而已 原來紅稅收費最少二十三年沒變 冬稅已經十七年了 政府在2023年8月將會收回西稅 到時會透過調整收費 你相信三條隧道的交通流量 第一步建議稍微調整私家車 和的士收費, 有加有減 的士過海就劃一收費 一向西稅都沒有減價 但現在可以再減一點 那邊加一點, 可以平衡兩邊的價錢 可能會疏通一點 減少西稅, 要有人多加西稅味 沒那麼多人在紅稅 如果以的士來說 我覺得現在政府提議 劃一收費是最好的 不會跟客人爭辯 不走西稅, 但要走紅稅 但很塞 有時司機和客人爭辯 爭拗叫, 免得了 我相信人們會慢慢 將他乘車的習慣改變 因為事件令乘客乘的士之餘 不要塞車 每句話說, 多了坐的士 而司機的說話說, 都多了 可以做多些過海的生意 當我們調節不同隧道的收費時 就有一個分流的作用就出來了 後果微調的收費 然後走一段時間 再慢慢觀察 到底車流的增加、減少是怎樣發生呢 我們可以有一個比較準確的預測 然後再做進一步的調整 下一步就建議訪校新加坡 斯德哥爾摩等地 實施不同時段, 不同收費 希望分散車流去非凡忙時段 我也覺得可以的 其實一個是辦法 開私家的上班, 那就不開 等非凡忙時間開, 可能有些是這樣的 香港人秒秒鐘都是錢 如果可以少一點 大家豈不是賺多一點 吃了痛風藥 婆婆受盡痛苦而亡 醫生開的藥 為什麼吃到人全身潰爛, 失救而死? 下一節東張西望 我是東張西望 我們收到觀眾報料 就說有一天, 開車在馬路上 就看到有個女人騎著風火輪 就在馬路上, 肆無忌憚地走 而且還衝上紅燈 今天, 拿衝拿燈 真是要補冬瓶 原來是女士, 真是看不出來 不過小姐, 犯法的 所以過馬路要小心 吃藥都要非常小心 這樣就可以避免悲劇發生 一陣風吹過也會痛 腳趾頭很痛, 腫腫 好像裡面有些東西刺著刺著 無法滴 吃了一些東西, 誘發他 例如是… 海鮮、啤酒那些 一看醫生打針 吃藥, 半天左右就舒緩了 不少痛風的病人 的確是吃藥就沒事 但這位76歲的許婆婆 就因為吃了醫生處方 叫做Depulsion的痛風藥 就出現藥物敏感 不僅全身潰爛, 承受巨大痛苦 最後更加失退寶貴的生命 我就是很痛心、悲傷、很無奈 我很捨不得我媽媽要經歷這些痛苦 我們從來沒想過 一個藥物敏感會引致這麼嚴重的病 女兒說媽媽一直患有三高 慢性腎衰竭等問題 定期要去公立醫院覆診 但病情一直穩定 直至今年4月 嚴缺報告 她看到尿酸很高 她說我多開一顆藥給你 這個對你的腎也好 由於媽媽有慢性腎衰竭 她就覺得我聽到對腎好 當然要吃 當時醫生沒有說過任何副作用 我也不懂得問 這藥每一顆藥開了100mg 要求每天吃一顆 你不痛 痛痛不引致到你痛那天 你也可以先吃病 4月26日她開始吃 吃這藥她每天吃 其實也沒甚麼特別的東西 沒甚麼異常的情況 沒甚麼心疼 雖然是這樣 但媽媽始終是長期病患 加上上次覆診 醫生提及驗血報告有些懷疑 建議她們做詳細檢查 於是 在5月20日帶了我媽媽去看私家醫生 發覺白血球指數超級得很厲害 情況可大可小 女兒於是接媽媽回自己家住 之後媽媽才趕回 已經吐射了四、五天 還有輕微發燒 5月22日早上 我們發現她的頸子腫了 整個人都脹了 我立刻跟她去政府醫院 醫生擔心 因為她知道她有驗血報告的指數 白血球又很高 於是就說 婆婆, 你留遠了, 去到病房登記 媽媽還說一句 我會不會…出不來的, 女兒 我說不會的, 燒了腫就行了 不過住了幾天 不僅沒有燒腫 病情還會放越下 那幾天都沒什麼胃口 她也很睏, 很累 她也會, 整個頸子腫了 整個臉都腫了 總之變成樣子 即是… 發脹 發脹了, 是的 大家都很害怕 但一直找不到原因 五月尾到六月開始慢慢燒腫 打算可以出癢了 打算…我打算可以出癢了 會否燒完腫 因為之前醫生說燒完腫就能出癢了 以為燒了腫就能出癢了 誰知道媽媽皮膚開始出現問題 6月3日那天是我去看媽媽的 她的肚子和手臂有一些紅點 下身都是淺一點色的 粉紅的, 一塊塊的 再過幾天 醫院的皮膚科醫生才跟她們說 懷疑媽媽對這款痛風藥別飄醇 有藥物敏感 導致嚴重皮膚病, 毒性表皮溶解症 毒性表皮溶解症 是一個特別的皮膚病 最主要是整身皮膚會出現紅疹 很發熱, 爛了 基本上表皮有超過三成受到傷害 如果嚴重的話 有機會影響其他的器官 包括角膜、眼睛 吞液系統、腸胃、食道 有時候鼻尿系統和多種器官衰竭 有機會達到三成的致命率 如果病情及早發炎立即停藥 其實相對來說, 指望就會比較好 雖然醫院在6月1號已經幫媽媽停藥 但已經吃了一個月有多 媽媽的狀況也只有越來越差 之後還要入ICU深切治療 我媽媽從紅疹到慢慢水泡 水泡會爆了, 有濃有水 後期慢慢演變 醫生說全身是四成嚴重皮膚燒傷 她每次洗澡, 後期兩個星期很痛苦 她每次洗澡大約三次 就像被人剝皮一樣 每次洗澡大約要剝皮 剝皮後又要再包紮 她真的很想不洗澡, 但不洗澡就不行 因為脫下來的皮膚是帶病菌 一定會洗澡 所以洗澡後, 全部水都是血水 所以這兩個星期真的很痛苦 到了6月底, 我們看到臉都一樣燒傷 皮膚也很硬, 皮膚也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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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我知道原來醫生一天 給他七杯、八杯媽啡 因為想止痛, 令他紛紛迷迷 究竟Bepulsion是一種甚麼藥 為何會令好地地一個人變得那麼慘 Bepulsion是一種我們用來降尿酸的藥物 在這種藥物來說 它有一些很嚴重的皮膚過敏反應 是跟這種藥物有關 如果真的出現這些超敏反應 可能會令皮膚破壞 可能令表皮分開 然後往往會有病發症出現 我們說Bepulsion的過敏 其實也有少許遺傳的因素 所以我們發現 在其中一種基因來說 如果這種基因攜帶了的時候 我們要小心 其實早在2012年 醫管局刊登的藥物安全期刊 已經清楚指出 帶有HLAB501這種基因的人 會對Bepulsion敏感 15%的漢族帶有這種基因 56,000人之中 有一個人是會嚴重到引致 史提勳強心症候群SJS 和毒性表皮溶解症TEN 這兩種皮膚病 可惜醫生用藥時 並沒有向他們提及這個危機 兩姐妹後來才知道 媽媽就是帶有這種 對Bepulsion敏感的基因 最終還患上毒性表皮溶解症 可惜知道已經太遲 ICU醫生說如果要康復 起碼在ICU藥物 要多停留半年至九個月 都不等 而那種痛是沒有人… 我覺得她說沒有人能受到 所以我想她想跟我說 不痛已經很好了 最終許婆婆多重器官衰竭 在6月26日不幸離世 我去領遺體的時候 因為媽媽的樣子真的要形容慘不忍道 基本上全部都是血液 因為沒有皮膚 全身都是灰爛 媽媽現在不痛 在天堂是很好 好過她繼續被這樣的痛苦去折磨 媽媽伯伯失去性命 兩姐妹認為不幸事件 其實可以避免 如果醫生有提及說清楚副作用 或者提及驗基因 不管是自費也好 政府給也好 我覺得也要給病人一個權力選擇 雖然基率很低這種藥 但即使隨便有一個人 再因為像我媽媽一樣死亡 是很不值得 不只是醫生的責任 我們自己應該為生命負責 去關顧好自己 要提高對任何若默敏感的意識 我們都去信醫管局查詢 回覆說有關個案 以轉介死因裁判官跟進 局方參考本地及鄰近國家的數據 服用別漂醇後 每一千名病人中 大約有一至三個 出現嚴重不良反應 相信有關個案是罕見的事件 但醫管局都建議 更新公立醫院處方 別漂醇藥物的程序 以及處方有關藥物前 安排基因測試的適用做法 加強安全性 如果局方可以多做一些 醫生多說一些 遺憾一定可以少一些 最後的兩個星期 我們不能夠觸碰我們媽媽的每一部分 到她後來有個菌 更加不能碰她 我很想抱一抱告訴她 媽媽很愛你 我知道我很疼她 但我很想告訴她 我不捨得你 我也很捨不捨得你 我最大的遺憾 我沒有機會跟她說我愛你 我很感謝你 我有你這個媽媽 是我這一生最大的福氣 真是很難捉摸 你想捉什麼又摸什麼 我正在說天氣 你不覺得最近天氣時冷時熱 真不知道穿什麼衣服 外出好 最好都是戴定外套 不過你們的男士好像整天都不怕冷 是因為我出外景的時候 是銷售身材和美食 你?真是鼓勵不了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再和大家凍張細網 好, 再見 她是菲律賓著名歌手 康靈差人 但她又說在中東坐牢 要網友賣樓救她 因為我月婚, 我沉樓迷了 沉樓迷了, 沉樓把白衣紋避掉 擺明是網絡情片 為什麼受害人還深信不疑? 留意東張西望, 情片時永遠著迷? , 尚樓迷了, 尚樓迷了 , 尚樓迷了